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2月15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网播报 我是Jennifer 加拿大联邦卫生部长杜克洛今天宣布边界措施的重大变化 从2月28日起 完全接种疫苗的加拿大人在出国旅行后 将不再需要进行分子检测 比如PCR检测才能回国 这些旅客仍将被要求进行入境前的检测 但可以选择快速抗原检测 这种检测的费用比分子检测更低 而且可以在几分钟内提供结果 此外 返回加拿大的未接种疫苗的儿童 将不再需要隔离14天才能回学校 托儿中心或其他一些拥挤的场所 加拿大交通部长表示 从2月28日起 加拿大所有机场都将能够接收国际航班 消息人士称 这些变化是由于当前的Omicron疫情改善 而不是由于正在进行的抗疫示威 目前 进入加拿大的旅客必须在登机或计划抵达陆地边境的72小时内 出示分子检测呈阴线的证明 完全接种疫苗的旅客也可在抵达后随机接受PCR检测 联邦政府的随机检测计划将继续有效 但在等待结果期间 旅客不必隔离 未接种疫苗的加拿大人将需要在机场接受检测 并在抵达后进行隔离 政府还将取向目前对避免非必要出国旅行的建议 杜克洛说 我想强调的是 加拿大人在出国旅行时仍应该保持谨慎 在国外生病或被困的风险仍然存在 如果他们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 就必须延长旅行时间 或者需要医疗援助 杜克洛还表示 最新宣布的兵禁措施是暂时的 将继续根据全国流行病学情况进行调整 沃泰华目前每天对数千名接种疫苗的旅客进行随机检测 那些从美国以外的境外旅行回家的人必须隔离 等待结果 一些旅行者报告说 他们要等上6天才能拿到检测结果 如果是在家里进行检测 则要等待更长的时间 因为检测结果必须被送回实验室 杜克洛在上周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这些措施将有所调整 并表示Omicron疫情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 俄罗斯入侵威胁增加 加拿大将向乌克兰提供5亿元的贷款 以及价值780万元的军备 本国早前已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2亿元贷款及军备 特鲁多上周六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进行对话 重申加拿大坚定支持乌克兰 特鲁多与上周末还与欧洲各国领导人通话 商讨局势 特鲁多指出 这是回应乌克兰的具体要求 他续道 加拿大正连同与美国 英国 保加利亚 捷克 荷兰以及波兰一起提供军备 以阻止俄罗斯进一步入侵 当地的紧张形势迅速加剧 我们正在展示各国的决心 特鲁多星期一与沃泰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重要的是要让加拿大国民和世界各国知道 加拿大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及其独立 完整 主权 包括自卫权 国防部星期日宣布 军方正在将部队撤出乌克兰 显示俄罗斯的入侵正在逼近 国防部表示 因应训练 驻守乌克兰的士兵正暂时转移至欧洲其他地方 但基于安全理由 当局不会透露军队的位置或被转移的人数 在COVID-19疫情期间 硬实在家工作的加拿大人 可以在今年纳税时从联邦得到减免 而且比去年多得多 2月14日 江大税务局发布通知 宣布联邦政府已经延长了临时统一税率 江大人在2021年纳税年度 可以更容易地扣除家庭办公费用 这意味着像去年一样 符合条件的员工 2021年由于疫情而在家工作的每一天 都可以申请两元的减税额 不过 不同的是 江大人现在可以得到更多税费返还 今年 员工可以在250天内获得最多500元的返还 这比去年200天内的400元有所提高 CRA说 在2021年没有被要求在家工作 但如果雇主让员工选择在家工作 仍然将被认定是由于COVID-19而在家工作 你在家全职和兼职工作时间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工作日 不过休息日 病假 假期和其他学习的日子不能计算在内 如果你的雇主已经支付了你在家工作的费用 你将没有资格获得退税 如果你的费用加起来超过500元 你可以通过详细的方法申请退税 另外 政府有一个在家办公期间日常居家花费清单 也可以申请抵扣 其中包括电费 暖气费 水费 公寓费的水电部分 上网费 维修费 小修理费 甚至为你居住的房屋或公寓支付租金 但是像按揭付款 家具和装饰品不包括在内 网上有简化的在线表格 以帮助员工了解这一退税流程 2020年 联邦政府承认由于疫情 许多江大人不得不被要求在厨房 卧室和客厅 设置自己的工作空间 加拿大税务局向更多的人提供了家庭办公费用的减税 并使在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上 申报费用的过程更加容易 加拿大房地产协会CREA周二表示 1月份的房屋销量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但人士当月第二好的表现 平均价格攀升至创纪录的水平 1月份的全国房屋总销量为33166套 比2021年1月份的3737套下降了10.7% 经济节性因素调整后 1月份的房屋销量为55,043套 较12月份的54,482套增长1% 多伦多Bosley Real Estate经纪人David Morrison说 现实情况是人们还没有准备好出售 市场上的供应非常少 我有三套房源在2月底或3月初上盘 1月份对他们来说有点早了 地产经纪人和经济学家将销售表现归应于千禧一代对房屋的高需求 他们急于在房价进一步攀升之前购买自己的第一套房产 新移民入境以及投资者急于利用较低的利率 道明经济分析师Rishi Sunday在给投资者的报告中表示 供应很难跟上如此强劲的需求 同时CREA指出 今年1月份新上市房屋数量减少 从去年12月的69,196套下降11% 至61,602套 但Bmo银行高级经纪师Robert Kavich是认为 过去一年新上市房屋的速度保持在正常水平 而需求的激增才是真正让市场平衡和库存 看起来异常紧张的原因 他在给投资者的报告中写道 当上市房屋在几天之内 被多个报价抢购时 这是一个需求问题 对房价上涨的预期 甚至可能在提振需求的同时一直上市 一些房地产局预测 由于新冠疫情期间的极低利率即将上调 2022年房价将继续同比上涨 但赏福较小 桑蒂说 负担能力明显在迅速恶化 这应该会使首次购房者更难入市 市场已向卖方倾斜 CREA上月表示 85%的本地市场是卖方市场 15%的其他地区为平衡市场 这些情况加上缺乏新上市房屋 再次推高了房价 今年1月 加拿大全国平均房价达到创纪录的74万8,450元 较上年同期的61万8,587元上涨21% CREA称 不包括大温哥华和大多伦多这两个加拿大最活跃 最昂贵的住房市场 全国均价下降了近16万元 大多和大温地区的平均房价经济节性调整后 均超过120万元 较去年12月分别上涨5.7%和1.8% 毛瑞森说 在大多地区 人们负担不起 他看到人们前往新布伦瑞克 甚至是GTA的郊区 那里的房价更便宜 就像俗话说的 他们会一直开车到他们买到为止 加拿大RBC银行经济师Claire Fan指出 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等主要市场的房价涨幅居前 这两个城市的房价较去年12月上涨3.5% 他在给投资者的报告中写道 草原省份的房价增长速度较慢 但即使在那里 大多数市场也是由卖家在主导 但Fan对市场会变得不那么狂热抱有希望 他认为 不断恶化的可负担力 不断上升的借贷成本 和不断增加的住房供应 将逐渐冷却需求 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平衡 Kavich表示同意 他写道 我们拥有一个基本面强劲的房地产市场 过度宽松的政策让这个市场过热 需要提高利益才能改变市场心理 给过度需求和价格增长降温 这一天很快就要到来了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短文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 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见